穷,却拉不下脸来挣钱,必穷无疑,穷的时候就不要装什么清高,不要顾什么脸面,不要考虑别人对你的看法,穷就要有个穷样,肯弯下腰,肯拉下你那不值钱的脸面去挣钱。 如果连挣钱都要去考虑别人的看法,那你注定一辈子穷,能挣到大钱,固然脸上有光,让人羡慕,那是要本事。 不是每个人都有挣大钱的本事,挣小钱而怎么了,那是自己,辛辛苦苦挣来的,光明挣大,一没偷二没抢,有什么不好意思,有什么丢人的,低头赚钱,才是硬道理,一百不嫌多,五毛也不嫌少,只要是挣到的钱就往自己兜里揣。 没错的,有一天自己住上宽敞明亮的房子,拎着光鲜亮丽的妻子和孩子走在街上,周围人向你们投来羡慕的目光,你是不是觉得被有面子,人尽有的,狗咬丑的,有钱了,谁都会给你面子,没钱了,狗看到你都会咬上几口,扔了面子,挣自己的钱,让别人说去吧。 面子,在现实生活中,屁都不是,有钱你才有面子,没钱,你的面子是什么,那是狗连,死要面子活受罪,这话一点不假,自己的家吃穿都是个寒酸呀,还要在别人面前有面子,人家凭什么给你面子,这么想的,你有面子,别人能给你钱哪,行行吧。 人活着脸皮就要扣点,这也不好意思,那也不好意思,那你怎么好意思活着,出错了出丑的一笑而过,有什么好怕的,当你对这个世界好意思的时候,成长才会与日俱增。 对是,别想太多,想太多会让你失了潜行的勇气,人活一辈子,不一定非要播出多么广阔的一片天,但是至少不能前怕难后怕苦,战战兢兢,活得窝窝囊忙。 如果你现在还年轻,一定要记住,年轻虽然是资本,但是,年轻已经不是最好的资本了,而且很容易过期,你必须让自己强大,拥有更多更强的能力,才能够让你有面子。 端造能力保持信心,敢凭敢闯敢打算过往重来,精彩的人生才会向你招手势来。 当你,能够真正拉下脸来挣钱的时候,也是你真正成熟的时候,也是你赚钱的开始。 一个男人,如果不能让你的家人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,而且还很怕丢面子,那就有多远过多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